说天下 说两会 今天上午9时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日报用600个字 整理出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 我们马上来跟大家伙分享 报告一时回顾了去年的工作 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 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 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 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 年初剩余的551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52个贫困线全部摘帽 国内疫情防控仍然有薄弱缓解 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二是十四五的主要目标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一岁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 三是今年的主要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四是今年部分重点工作 财政方面今年赤字率拟案3.2%左右安排 减税方面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 降费方面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 消费方面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创新方面以十年谋一件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乡村振兴方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开放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生效实施 中欧投资协定签署 环保方面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高达70% 教育方面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 医保方面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0元 我们再来看看住房的方面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问题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文体方面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港澳台方面完善特别行政区 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从以上的四大方面 大家也可以对政府工作报告有个大致的了解了 在今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之前 还安排了首场代表通道的采访 大会邀请七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 走上了代表通道回答媒体的提问 另外今天上午开幕会后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还安排了首场部长通道的采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财政部部长刘坤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回答了媒体的提问 我们再来看看昨天下午 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的情况 七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了媒体采访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介绍 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六年超过1.3万亿斤 14亿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 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员会主任 包卫民在委员通道上表示 天的一号起步较晚 但是起点高效率高挑战大创新强 一步就实现对火星的绕落寻探测 三步并做一步走 全国政协委员腹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敖虎山呼吁 全民学习心肺复苏技术 政府出台政策和立法促进AED配置 目前中国仍有10亿人需要心肺复苏普及 是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急救技术 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责任感 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 表示要用文艺作品讲好脱贫攻坚 极为丰富和感人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说 东残奥运动员从申办之前的50人发展到上千人 这些年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已经连续四届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名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 宣传民法典让民法典走进群众心里 要尽可能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全国政协委员360公司创始人周虹一认为 现在不仅仅从上到下形成了数字化发展的共识 也形成了安全的共识 网络安全是数字化战略的底座 咱们继续来说两会 初期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我省代表抵达北京之后 立即投入了紧张忙碌的会前准备工作 大家认真学习大会相关的材料文件 继续修改完善各自的议案建议 为开好大会做好了充分准备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是杨松代表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他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将提出多项修订法律的议案和建议 涉及诚信社会建设 修改反垄断法 修改公司法等多个方面 我们知道十四五 我们聊年要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那么这个一流营商环境 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化 是它的基础和核心 所以我们就要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 需要做的这个法律上的完善 以及这个信用环境建设 诚信环境建设 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互相交流探讨 查阅参考资料 修改完善建议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科技创新 数字辽宁 制造强省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等 都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主要是围绕继续深化 共力园改革 这方面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加强共力园功能定位 合力配置医疗支援 更好地为人民群同服务 优化中小学生课程资源 另外一个是修改完善的 中小学生教师的指成制度 这样的几个建议 能够促进咱们国家教育的 一个更健康两性的发展 加快政务数字化改革的建议 希望通过这个建议 促进相关共同的落实 让企业和群众 在数字化政务改革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养老是很多群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今年我准备就加快 营养结合产业的发展 包括政策支持和资金配套 提出相关建议 虽然我省的代表们 来自不同的领域 有着不同的身份 但是他们都有着 相同的使命和担当 那就是要用自己手中 一份份事关辽宁振兴发展 反映社情民意的议案建议 向大会传递出 最真实的辽宁声音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我们也期待着前方的记者 待会来更多丰富的两汇报 发展会变制飞机 和来到掌握